這段時間你被撐血量在巴拿跳撐馬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比賽看比賽看比賽 待會兒你們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A是這樣的已經是 小Hill對戰SUPER了 地圖散漫之地 非常大的地圖 這場如果 如果那個 阿菲卡贏了的話 那他們豈不是穩穩的 積分榜第一了嗎 對啊 對不對 他們這個賽制是每周都有一個 對是雙賽的 為什麼哈斯在下面嗎 過來看一下 當粉絲過來看一下 為什麼哈斯就是這條狗 你媽竟然跑到韓國去來 還跟李洛克以前是那個 他跟李洛克以前是隊友 對的 我突然想起來了 那為什麼他會突然出現在韓國呢 最近又沒什麼比賽 會去玩呀 怎麼辦吧 哎 果然生活的有點好呀 不是 如果我們有哈斯這樣的這樣的這個錢 然後又有時間 我們也會偶爾去看看比賽的呀 我其他不說 不要說偶爾 這種什麼總決賽我們肯定會去看的 對不對嗎 我們不要直播嘛 那怎麼看嘛 是的呀 就我們如果有時間 有錢的話是會去的呀 對 其實去趟韓國 倒不是很貴 主要 主要是每次比賽我們都要直播 我們下 我們找一次媽的不直播了我們就去吧 你說嘛 什麼時候拼一槍 媽這次總 哎不行總決賽還是要直播 哼 我們去戶外直播他們說 但戶外直播就沒那種感覺了呀 對呀 戶外直播就沒那種感覺 這次的那個第三賽季的 第三賽季的那個決賽 他們這次是在China Joy上面打 就是這次SPU第三賽季的決賽 7月31號 在China Joy的IEM的比賽現場打 這個去戶外直播也不太現實 戶外直播我們怎麼解說給你聽呢 關鍵是很吵 拼一槍呢 叫VR起臉 誒他們說我們接受去不就行的嗎 這個倒可以 這個倒可以 好的呀我們接受決賽去吧 什麼時候嗎 你先說時間呀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反正估計八九月吧 可以呀拼一槍呀 好的呀 我們再去拼一下韓國的烤肉 好不好 告訴大家韓國的好吃的順便 我問問老婆你要去嗎 誒不要帶老婆去 媽帶毛老婆老婆都得死啊 哈哈我老婆聽到她說 她說你不帶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靠我老婆撕我護照了 啊 這這這這 這怎麼就 先看比賽先看比賽 這個太拼了我覺得 小黑兒這把簡直過來 拔命的 但這兩個水已經掉了 Super Super沒辦法 他為了防這個野維亞 直接把兩個水已經送了 他為了防這個野維亞 直接把兩個水已經送了 這怎麼搞 現在 不過還好 有兩個大爆台我覺得 待會再拖一拖時間 關鍵是第一個不朽出來 就是他冷靜第一時間出不了 這這這不不朽出來 還沒開門啊 好不朽出來 直接高 再走一個 後面包了一個叉 這個差有點 漂亮漂亮 這個差有點凶啊 但好在Super的兵全部走了 母劍核心不能掉 母劍核心 完了 這怎麼辦 拖延點時間 而且小黑兒徐的是第二個不朽 死了死了 我覺得死了 這沒母劍核心的 趕緊再造一個還能拖一把炮台 因為出來之後就有一把炮台 在建模呀 你怎麼辦 你打都打不了 還關鍵有個不朽 好了 你出來好了 我待會再來打就好了嘛 對 他也不急 他等第二個不朽 等第三個不朽就好了 這時候續一個冷靜不就已經贏了嗎 他不要續冷靜 為什麼要續冷靜 下面就能抓兵的 我靠 Super 這蟹蟹蟹 各種逃竄 各種丟盔蟹蟹蟹 我怎麼招得住他 人魚怎麼偷生 這個你就不懂 不過我覺得這樣的話是可以續個冷靜 保一條命呀 對 我覺得這個時候小黑兒應該續個冷靜 你續個冷靜 直接閃爍就直接閃死 你不可能退回去再發展 因為你的這個重要的科技在門口 你肯定要一波打死對方 你想想想小黑兒這種騷B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不是續冷靜過來騷嗎 也是啊 這是他最擅長的操作 小黑兒本來就是個騷貨 這操作 直接懟上去了呀我覺得 對方有沒有幾個兵 肯定要懟上去了 開礦 開礦就開著再說嘛 肯定要懟上去啊 懟上去看沒幾個兵啊 上來直接秒 別騷了呀我覺得這個時候 直接就上來 我覺得剛才A上去結束了 對呀小黑兒這邊在想什麼呢 享受勝利的果實 到時候不要最後暴徒痛哭啊 他當時A上去絕對贏了 就五個追列 廢話A上去肯定贏了 而且這個A上去也沒有任何風險的 對手連哨兵都沒得 剛才全部看得很清楚 哨兵也沒有炮他也沒有 他有點求穩的這個地方 好了呀這個時候可以上了呀 他全部回去回救了 不過我覺得真心的 你這個VR科技在門口 對不對 好看到VS了 這也行啊也行 贏肯定我覺得 直接蓄那個虛空想出門 我覺得贏肯定能贏這盤 小黑兒的風格就是這樣的風格 就是一個喜歡 以前期操作壓制 這能進 能進飛到 飛你飛你家 逼你回去 我封了回唇就好了呀 對啊 逼你回去啊 回塵 recall 送一個VR科技 是不是感覺有點拖大了呀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反正在剛才這種局面 主要是因為是A四戰 求穩怕輸 反正在剛才這種局面 我是絕對是A上去的 已經 嗯 哦呦 SUPER也拼啦 但我覺得 這樣打 沒什麼意義啊 你的三框科技 你小黑兒這種偵查的話 肯定會沒看 會沒看到的 你這個三框肯定開不起來了 好 這 哎呦 各種騷 蘇柏在家裡面各種騷 對 盡量通過一些騷擾 佔點便宜回來 強殺農民 好 裝了走 但還是劣勢很大 你這個三框至少開出來之後 你踩個 踩個五六分鐘 才有可能把這個列車搬回來 對 他沒辦法了 只能搶開三框拼一下 小黑兒好像不想給他這個時間來 直接壓來 閃爍剩的一半 小黑兒也不管你開不開三框 反正我就壓 讓你沒有偷的機會 他應該看到這個三框了吧 嗯 他肯定看到這個三框才壓呢 好像過來把三框點掉也行啊 好三框打掉 再往前走 靠立場啦 先隔一個不朽過來先秒 好 還行啊先秒一個不朽 小黑兒有點虛啊 欸在裡面又空頭漂亮 小黑兒這一盤我感覺就沒有打出自己的風格 他的風格本身就是那種夠狠的風格 不是要飄他的風格是飄 不能夠不能 換加啦 換加啦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又回來了吧 蘇柏 蘇柏怎麼就走了嗎 這波就壓出去了 這波全接小黑兒的部隊想要全接 但小黑兒立場隔得還可以 但賣了兩個不朽 這兩個不朽得跑 被隔了被隔了直接秒了 那我覺得 小黑要送播主力耶 這 難道要翻天 但蘇柏農民死了很多 現在強秒 有沒有立場奪 蘇柏現在全留小黑兒的兵 這 這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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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翻盤吧 這個遊戲 蘇柏肯肯定要打一波了 這時候 所有農民都死過了 小黑兒又刷了一波兵直接飄加 他正面的這個冷靜田啊 被秒了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又被飄了一波 這個這個拖回來了 我覺得真的不應該回來 真不應該回來 直接就一波了 老子跟你玩命的這波 我這麼冷靜田是太 很大的一個敗筆啊 對剛才如果冷靜田不死 還可以有機會一波的 小黑兒太拖大了這場比賽 不想輸 但是你這種不想輸的話 你就是 一直在不停的送兵 這個蘇柏也是被拖的太慘了 沒事沒事 現在這個局面還是小黑兒贏了 還是小黑兒贏了 對我說蘇柏被拖的太慘了 這個局面 好不管了不管 終於想起來一波了 這個時候再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已經 你這個已經被拖了三次了 剛才吃掉主力再推的那一波 主要可能是因為冷靜掉了 如果冷靜在正面的話 直接刷兵換家 說不定有機會捅死一波 第一次打三礦也沒什麼意義 全部打完都無所謂 你打好了 欸 先吃哨兵漂亮 吃哨兵是對的 蘇柏這個時候直接把三幾滴壓了 我覺得你這個 機不可食 時不再來啊 你還 我 我不信你三幾滴壓了之後 你還能回來 我不信 不是 我就 我覺得他就應該是直接三幾滴就不管了 直接捅二礦才對的 是應該這樣的 是應該這樣 一樣對手憋了兩個不朽了 打不進來了呀這 開炮臺 兩個炮臺 有兩個大炮臺 無所謂的 三個不捨 要不小時候換死了 他裡面各種換 打星級 打到他們這種級別 到最後還不是換家 哼 他竟然回舊你敢信 他沒辦法 在這邊打不進去怎麼辦嘛 都含恨而終 我告訴你這個時候換的是我 我把所有的這個部隊們 在自己家裡面的部隊 從那邊繞過來 繞到 Super三礦那邊 等你出門 我再給你換 讓你含恨而終 要截這個能力 截不到呀 截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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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沒地方走了 這個已經沒地方走了 最後三個插放下來也行啊 誒沒地方走 他走了呀 誒挑臉 這什麼情況 不不 能進走了呀 走了嗎 走了呀 他媽這虛晃一槍也能走掉 哼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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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了打死了一波 小肉還是贏了 但是這場比賽 主要是因為為了求穩他 中間錯失了很多次 打死Super三的機會 還差一點被翻牌 打得還不錯 打得還不錯 這也是對的 進去 進去 小孩兒自己 笑了 笑了 贏的還是有驚險的 有風險的 這場比賽 好了我們要等下一場啊 下一場是電信得比 對這場很精彩這場 KT要對SKT1 對